咳咳 你好,中美爭霸 出交日是7月12日 其實我快要和我爹地去游山灌水 所以我又是 通宵去做節目 剛才做完政治揭露之後 眼睛都睜睜地,就硬硬去做節目 唉,真的 因為回到大陸做節目,質素真的太差 我都盡量留在大陸那段時間 做少些節目,希望可以 那其實就 我呢,你不要怕我說我會用VPN 煩法不是的 我只是用 騰訊微雲去把影片 扔到加拿大 讓加拿大人幫我youtube 幫我upload,我老婆 所以我不會在大陸用youtube 不要以為我會犯法 第二件事 關於連龍場那裏 我真的想補充兩句 在中美爭霸上 我想補充的就是 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我們不和黃絲衝突 應該有些黃絲不會 撥擊一般普通的聽眾 你不要說 有些人在我WALL上 我會說 喂,人家打你你不還手嗎? 如果人家真的打你 直接打到七菜當然是還手 但是 基本上我們要避開 和現在 所有搞連龍場的人去做衝突 因為我看到他們搞連龍場 已經開始說 有時候搞到亂了 在北角 把連龍場的東西 落到電車的電纜 搞到大劑失 那樣 我覺得他們 現在在香港 要引導普通的香港人 去和他們打架 周圍都打架 會令到很混亂 我覺得我為香港形勢 比較擔心一點 為什麼會覺得香港會出現這麼 瘋的情況呢? 文革式 要全香港周圍打架 連龍場就是這樣 而且不是打警察 是全香港去撩人打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美國正在衰落 所以他開始瘋狂 我覺得最明顯的衰落是什麼呢? 是日本 我們上一集說日本針對 南航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更加多的消息來說 就是因為日本 卡南航撥紙 大陸的俗語就是 廣東話 捏春袋 就是說 就是說 如果遲些來講 三星 和海力士 SK 可能在生產上遇到一些問題 但其實呢 可以說三星或者海力士 這些都是一些 美國控制的 美國控制的 南航的大品牌 即是他們現在這些 都可以說是美國的一些 在南航國內的一些 美國的走狗勢力 其實呢 都試過有一些 有些文章告訴他們 Samsung和SK 試過把一些 一些 我想是一些 SD卡那類的東西 其實我不太清楚 總之呢 將 那些 中國可能需要用的 一些電腦產品 有某一個重要的配件 即是那些內存 應該是RAM 那些 炒得很貴 短時間 貴很多 都是配合美國貿易戰的 其實這次日本看來 很堅決地 和中國 想脫離美國 對他們的控制 所以和中國合作 在G20那裡 一路一大 大家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談了 所以我不是說 習近平是單拖 見 江貝和他的團隊 為什麼呢 因為 中國那邊的團隊 還沒預備好 還沒上陣 習近平就說 我不等你了 我現在很趕著 和江貝聊天 那為什麼這麼好談呢 因為其實感情好 這個是可以比美 他和俄羅斯的關係 如果他可能和其他國家領導人 他未必會狠 自己單拖 和其他團隊坐在一起 一對幾 十個八個 不會的 熟 才會狠 這樣做 我的分析是這樣 我會看到 除了你南韓 日本呢 其實現在和南韓這個 的貿易戰 當然是 針對著那幾個財團 其實那幾個都是 美國走狗財團來的 也可能如果在這個打壓裡面 南韓的半導體業可能出現了很大的危機 但是我們再看看將來怎麼發展 但是日本看來 是不介意和中國多點合作 這個是很明顯的 而且他是很肯定的 一路一帶的方向 就是日本這個國家策略 是在G20之後這樣做呢 嗯 就是說日本 如果一旦脫離了美國呢 是會影響整個西太平洋局勢 就是你 其實你 如果跟中國 中國不會在日本 的島上駐軍 不會說你 日本再要引説美軍 在那裏走毒品 強姦女人 強姦小妹 就是未夠十八的 接著就要有自外發權 那些美軍呢 可以 是不接受日本的法庭去裁判的 就是你無論 你說跟 你說在日本 你說跟美國好 還是跟中國好 你跟美國是沒有好處的嘛 被別人羞辱之餘 你 日本他要靠他的 半導體原料 那些就是那些的器材 做一個晶片 可能是 芯片 可能是有一堆 一些散散碎碎的材料 我不是很認識的 那現在他是 用這件事去卡南航 他打算是和中國一起合作 因為中國是 很要大量發展半導體業的嘛 是吧 可能會 未來長遠 甚至 挑戰到台積電 挑戰到南航三星 這些負責製造和設計的行業 中國這方面都不差 現在在設計的層次上 製造上當然還沒追到 是吧 就是 台積電是7納米的 中國是還沒追到的 14 最多走到14左右 如果要去到7納米的晶片 可能要找台積電做 但是中國是追的嘛 如果現在形勢上來說 就是 在日本始終他的外交策略就是 喂 中國 發展晶片業而已 但是發展晶片那些材料 他真的 那些是以更加多年計的 短時間內中國是不會飛得掉日本的 那麽也都在中國來說 就說 喂 和你日本合作 那麽我叫了你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柱石 是對美國霸權是一個很好的打擊 所以現在的形勢上 日本 是有鬆動的 是可能會脫離美國的 另一方面 其實你見到 最近的世界局勢來說 就是很緊張 就是英國和伊朗的關係 英國和伊朗的關係來講 其實原來英國在直播駱駝 就扣起了伊朗的一艘船 那麽如果你看回7月11日的新聞 它就說 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 嘗試扣留 英國的輪船 那麽其實你扣留我 我扣留你 有什麽錯呢 如果真是撞 英國當然是愛人先告撞 就說 你伊朗不要增加 這個局勢的緊張 那你扣留 你在直播駱駝 即是說 地中海 地中海 的西面 有個出海位 很窄的 接報駱駝 在那裏 你去扣留別人的船 那你人家的郵輪 那 人家扣留你 是很正常的 但現在伊朗是否認 它有嘗試扣留英國的郵輪 其實這件事也是不奇怪的 即是說 我現在相信伊朗是沒有做過的 是英國和美國 一起生安白做過聲明 說伊朗想扣留他的船 接著呢 美國就誠誠 就說 伊朗呢 想著呢 是長期秘密 生產這個核原料 但你說完這麽多東西 其實美國都說制裁而已 我仍然覺得美國不敢打伊朗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的裏面 就是說 他們只是將一個 一個道德的高地 想奪取一個道德高地 就是說 將伊朗盡情抹黑 找一些小動作 但是英國為什麽會突然間這樣做呢 是不是 首先第一件事 英國要脫歐 其實他們呢 其實現在去做這個動作呢 很明顯是討好美國的 就是說呢 他們 文翠山的政府呢 現在這些動作 某個程度上就是 給一些的 就是 給一些的甜頭給美國 另一方面呢 是想搞德國法國 現在呢 我在伊朗的合意意識上 我和伊朗的關係 我玩爛他 玩爛他之後呢 其實如果呢 德國、英國呢 是 最後脫歐的 那他最後脫歐 就是封了那些難民 可以由歐陸進入美 英國這件事情 但是他 脫完歐之後 原來爆發過 如果是很極端的情況下 爆發了美國和伊朗的戰爭 那一定是有伊朗的難民 走去德國、法國那邊的歐盟 那你如果有一個大的戰爭和難民潮 那就會很正確 脫歐是很正確的 現在就是說 他搞這壹事 希望遼到 真的打得成仗 打得成仗呢 脫歐呢 就算有什麼損失都好 那些民眾就說 哎呀 那些難民不進來英國呢 就幾大損失都好啦 這樣 你明明英國是在做一些事情 為到他們堅決要脫歐 而且脫歐應該都很大機會會成事的時候 他搞爛了世界局勢 令到人民呢 就算負上代價都覺得值 因為你脫歐始終都會影響著倫敦金融的地位 這個是幾明顯的事情 你想想英國人是何其卑鄙無恥 就是你 因為預了自己脫歐 你有方法去擋難民 你現在就刻意搞亂中共的局勢 陪美國佬狼狽為奸 但是你可以說另一方面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英國佬是混蛋了 但是就算以中國來說 都不會 取消那些什麼護輪通那些 中國來說就是 其實一個 脫了歐的英國 令到歐盟沒有那麼強大 就是 對中國 我講實話 這個客觀分析 中國 要統一東半球 不是說真真正正正的統一 是成為東半球的 單一霸權 是有利的 因為如果你說英國 和歐洲 脫離了關係 當然 英國 和 法國之間 在非洲是會有競爭的 有競爭的 中國就會在整個非洲做投資 但是 英系的殖民 英系的 在非洲的英國前殖民地 和法國 的前殖民地 在非洲 其實大家 都會盡量爭取中國的資源 英國脫了歐之後 不會從你發覺是同一家人 就會在當中 大家 各出其謀 希望 可能說 我現在就是我英國 和你中國 合拍些 我搶中國多些投資 去投資下去 英國前殖民地的國家 法國 又可能 搞 大家 可能會 明爭 在這個分裂裡面 如果英國 脫離了歐盟的時候 英系的殖民地 和法系的前殖民地 會產生一些競爭 其實這件事都對中國有利 所以 中國 在英國脫歐之後 會做一些事情 去幫助英國 是中國國家的利益 不要搞到英國這麼差 英國可以繼續有些能力 搞屁股 搞一下歐洲 多好 你英國 你既然是 和德國和法國 注定是做仇人的 那我幫一下你 你就平衡了 是吧 英國人玩這套 都玩了很多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英國人 搞一些平衡外交 在歐洲裡面 誰比較弱的 就扶誰 去壓制另一個 比較強的勢力 如果德國強的 扶法國 德國很弱的時候 可能 德國弱的時候 法國很強 去扶其他國家 就是這樣的 這個叫做大陸平衡政策 玩了幾百年都是這招 現在到中國去玩 中國會去玩 所以在英國脫歐來說 是英國應該要討好 中國的 他和法國競爭 搶多些投資 去幫自己的前殖民地 要建立英系的 貿易圈 和歐盟 法國的貿易圈 去搶的 是吧 但是呢 其實就是 你見到最近 他真的在香港問題 英國不斷狂鬧 現在是侯俊偉還不閉嘴 扶街 神經病 你還不閉嘴 就是不閉嘴 你真是催你的帳 為什麼他不閉嘴呢 侯俊偉 有一個分析就是說 其實他知道自己一定輸給 這個 鮑里斯這個約翰遜 他一定輸給約翰遜的時候 他現在就是 將腿和中國的關係玩爛的時候 英國脫歐 他和歐洲的關係當然是差一點的 他很需要 美國 和中國這些國家的支持 現在呢 你現在可以說 講久一點吧 這一節 就是說 他故意去罵中國 是令到 Johnson 上台之後呢 會多了麻煩 要跟中國做一些收好的時候 中國說 你上次真的很吵 關於香港的關係 那人家就敲你了 現在又有一個洩物案 爆發了 那個洩物案呢 就是說 美國那個駐... 英國駐美的大使 他有一些秘密的通訊 給英國首相和高層 外相應該會接觸到的 但是現在洩物就說 那個那個呢 那個大使呢 就說特朗普又蠢 又笨拙 做事亂農 那其實這個... 這些資料應該只是 手相、外相才有的嘛 或者是一些很高的機密 但是為什麼會彈出來呢 現在看來呢 估計呢 其實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 阿... 阿 Hunt 即是侯俊偉 明知輸 放出來 玩阿Johnson 阿Johnson一定不用他了 是吧 不會用他做外相 政府不會有他份的嘛 反正都輸了 那我搞一下你咯 這樣 你說你... 英國的政治是何其康莊呢 是吧 就是你... 你為什麼不可以說 喂 你這些是賣國的啊 你把這些國家機密 那個國家是... 那個大使很自由去說一些話 去評美國 但是現在你這樣爆了出來 下一任的手相是管國家 而他跟美國關係差的時候 或者是要... 回復關係的時候 會多了很多麻煩的時候 這個是影響國家利益的嘛 而你這樣做 我怎麼知道你... 你侯俊偉 會不會... 會又跟其他人... 你譬如說... 舉例... 德國、法國... 給你一些錢 或者給你一些利益 你這樣做去賣國呢 你除了下... 你除了害到你下一個對手之餘 就是害到你下一任首相... 約翰遜之餘 其實你英國... 和中和美之間... 的關係是... 多了麻煩的時候 你對... 對英國... 對於歐盟... 是有利益的嘛 因為你...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都有點... 麻煩的時候 歐洲的談判籌碼就多了了 你想想... 其實你想想... 英國一個這麼老牌的國家 那些這麼高層的人... 現在懷疑是... 侯俊偉爆竊物 去搞下一代... 搞下一任的首相之餘 甚至可能是通敵 嘩...都挺可怕的 這些叫民主啊 原來民主就是... 武掩雞籠控制不了的 那些外國勢力... 可能和自己的... 和一些政治人物有勾結 他可以竊物的 那原來這就是民主啊 我真的覺得... 挺正的 先說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再說 原來講 嘍... 有意思嗎